梦幻正前梦幻花 谁也别想带回家 这些火伤狠起来自己都干 实力打造经典王者绝非偶然啊 紫禁城遇到双军火伤硬圣哥 自己给自己鉴定石头领神器牛逼出专用了我靠 这都行 白板的原神变成了有丹家 极限伤害667以上出梦想 555 551 516 537 我操 就这 这颗四个 这老三也强不到哪去 专用的话顶多是一点啊 再乘一个1.1 555 再乘一个1.1 也就是610啊 这把专用大概610 啊 你还真是不负重望 说你不行 你是真不行啊 610减去个588啊 还多算了一个22.5 硬胜的军火是用来鉴定的吧 我别他妈鉴定完 你说王哥军火卖你 啊 哥 军火商的军火商号还是谨慎点好 一般品牌军火都干好多年的 他们不会干这事 他们现在学奸了 以前都可以先鉴定后给钱的 后来跑的人实在太多了 就拉到 以前都可以信用鉴定 永不磨损 舒服啊 上车出砖 用这车出不磨 实价出不磨 可以的啊 来个光辉封印 我又说这南投是我买的 上车不磨 这车气疗 这出要出要要要又出了不磨 而且还出了特效真某啊 行啊啊 一一个专用一个不磨 又一个不磨 这个不磨还双篮子 永不磨损加蓝字 永不磨损加野兽 永不磨损加薄血 永不磨损加精青 我要白板 我要87防御 不要给我109级 不要给我109防 我要89防 卧槽 全白 我承认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我看你们有点不尊重我 好像有点困了 看我直播还他妈困啊 必须得给你们个教训 葫芦宝贝 再生 这车俩篮子 说得过去啊 大哥 我要作品 我要10万以上的作品 精青罗汉 封印效理 不磨破绝 不磨精罗 卧槽 这么多男头 真牛逼啊 抗风凌律 OK 舒服 帽子白帽子白帽子白帽子 加抗风啊 抗风没特技 抗风没布膜 这次的无级别夜 这也再度证明了果然老王是最没有用的那个 酸条狗会用鼠标鉴定的东西都比我好 打输都比我命中率高 哥呀 哥 我特意避开了第二排的第一个 因为我知道他必是篮子 一家精致 简易加精致 你出个特技啊 啊 159级带17段的装备 排面通天了 那他妈就是 无级别啊 兄弟 简易加精致 硬胜啊 三个帽子 两件不磨 一个简易精致啊 要是多个穿刺 多个无包几率的话 都还ok 那吧 那个号下了 谢谢圣啊 谢谢硬胜